今天跟大家分享庄子逍遥游的第二部分 大而无用 众所同去也 惠子就是惠师 他对庄子说无有大树 他说我家有棵大树 大家都叫他粗 他的树干节流太多 而不合木工的神木 他的小枝弯弯曲曲 而不合工匠的规矩 他生长在路边 匠人都不愿看他 惠师对庄子说 说现在你的言论 金子之言大而无用 也是如此 大而无用 众所同去也 就是大家都唾弃 金子之言大而无用 众所同去也 所以他就说 他的话语是大而无用 然后庄子怎么回答 庄子曰 子独不见 离声呼 悲声而浮 以后熬者 庄子说 说难道你没有看见野猫和黄鼠狼吗 他们背伏着身子 赐补出油的小动物 然后呢 东西跳梁 不避高下 忠于击毙 死于 网鼓 意思说 他们东崩西跳 不避高低 可往往呢 踏重 人设的补气 死于 网罗之重 精肤 离牛 其大若 垂天之云 之云 此能为大移 而不能止鼠 意思是说 再看那离牛 身躯庞大 如天边的云 虽然不能抓老鼠 但他的功能可大了 精子有大树 唤其无用 何不树之鱼 无何有之乡 广莫之也 彷徨乎 无为之此 其策 逍遥乎 寝卧之下 不妖精浮 勿无害者 无所可用 安所困苦栽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 现在你有这么一棵大树 你还愁它没用 那为何不把它栽在那虚迹的乡土上 广莫的旷野上 然而无所作为 自得其乐的 在树旁转悠 逍遥的 躺在树荫下 不遭受斧头的砍伐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侵害它 虽然呢 用庸人的标准 无所可用 那又有什么值得烦恼的呢 所以庄子的回答是 你说你家有大树 大而无用 但是 你要看到无用之用 那不很好吗 因为他又不需要担心 斧头的砍伐 所以你说的无用 是用庸人的标准来看 然后呢 庄子就举出一个例子 说 遥让天下于须油 曰日月初夷 而绝火不息 其余光也 不亦难呼 意思说 这个遥啊 想要把天下让给须油 遥说日月当空的时候 如果烛火不息掉 而要和日月比光亮 不是太难了吗 然后他又说 时雨降以 而油尽灌 其雨则也 不亦劳乎 意思说 即时雨从天而降的时候 如果你还在那里 调水灌溉 对于河苗来说 其不是多余的吗 这的确是多余的 夫子立 而天下智 而我 由师之 无自事缺然 请智天下 先生 您一登位 天下便可大智 而我却还站着 君主的位置 自感惭愧 请允许我 把天下 擅让给你 那须油怎么回答呢 须油曰 子智天下 天下既宜智也 而我 由代子 无将未明乎 明者 时之兵也 无将未兵乎 焦辽 朝于身临 不过一支 言熟 迎合 不过满腹 归休乎君 于无所用 天下为 刨人 虽不智刨 施助 不悦 尊足 而待之 须油的意思是说 你治天下 天下就已经 治理得很好了 现在 却要我来取代你 我图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明吗 明其实是次要的 是无关紧要的 身外之物 所以他说 明者 时之兵也 这兵就是 从属次要的东西的意思 明者 时之兵也 意思说 明是 次要的 是无关紧要的 身外之物 须有说 我难道就是要为这次要的名声吗 小鸟在森林里筑巢 所需不过一树枝 岩鼠到河里饮水 所需不过满腹 所以我愿意这样简朴淡薄的生活 所以叫这个姚啊 说你请回吧 我要天下有什么用呢 厨师祭食不下厨房 主祭的人 也不应该 岳足 带袍 去烹调 这就是成语 岳足带袍 去烹调 所以圣经里面的那个 三抹先知啊 即便来迟了 扫罗 也不应该 岳足 带袍 袍人 虽不致袍 施助 不岳尊足而代之矣 不岳足带袍 去烹调 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 所以呢 我们能够达到逍遥有啊 有两件事情 第一是眼光的问题 不要用庸人的标准来看自己 无用之大用 无用之用 要看到这一点 另外呢 明者实之兵也 明生啊 实在是无关紧要的身外之物 我们不要为了明生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几点呢 我们就可以逍遥一游 逍遥有 因为交疗 朝雨森林啊 不过一只 严熟银河 不过满腹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